大家好我是Steven 你可能已經看了很多有關怎麼瘦肚子的影片 做了各種腹部運動 調整了飲食和生活習慣 按摩了肚子和腰 體重都減了 身體都瘦了 甚至吃了藥想減掉腹部的脂肪 讓肚子看起來平坦 但是肚子卻還是鬆鬆的 沒辦法看起來像模特兒一樣平 在這影片裡 我要告訴你們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如何永遠告別鬆又禿的肥肚子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 我會在我的頻道把健身的相關知識和細節 用最簡單易懂的方式解釋給大家 首先我們先看幾組照片 照片領同一個人 在同樣的體重下 身材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 腹部的樣子也不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其實想讓肚子永遠變平這件事 根本不是單單做了一些我影片開頭提到的那些事情 就可以達到的 這包含要先有正確的身材變化觀念 加上正確的飲食和訓練規劃觀念 配上耐心規律的執行 最後把這些事情融入你的生活 找到一個你可以一直舒服快樂保持下去的方式 你的肚子才會永遠緊實平坦 為了不讓這個影片時間拖得太長 這個影片裡我只先解釋正確的身材變化觀念 我們每個人的基因其實已經為我們決定了身上每個部位堆積脂肪的速度和比例 男生通常是肚子 腰的兩側 和臀部 而女生通常是胸 肚子 臀 和腿的脂肪比較多 有變胖或減過肥的人都會發現自己身體上某些部位 胖的或瘦的比較快就是這個原因 普遍上腹部脂肪比起身上其他部位的脂肪累積速度還快 但卻消失的比較慢 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已經有公開發表的研究 懷疑是因為我們的基因造成腹部的血流比較少 而且有比較多難減的脂肪細胞類型 而造成身體比較不容易去消耗掉腹部的脂肪 這些研究報告的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影片介紹裡面 有興趣了解的小夥伴可以去看 當我們在減脂肪的時候 全身各部位的脂肪是依照基因所決定的比例一起減少的 你可能聽過各種減肥飲食方式 像是間歇性斷食、生酮飲食、低升糖飲食等等 可以幫助減少脂肪堆積和消除脂肪 但是其實你如果無法達到熱量赤字 也就是每天你身體的熱量消耗量無法大於攝取量的話 這些各種飲食方式對於消除脂肪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目前還沒有任何有力的研究可以證實 我們可以用任何方式 刻意的減少身上某一部位的脂肪量 所以加上前面我說過 腹部脂肪堆積的快 但減少的慢有關係 結果就會造成減肥池 雖然全身各個部位都已經瘦下來很多了 但是肚子卻沒有瘦很多 所以看起來就會變成像我們說的瘦胖子 另一種說法叫肌少症 全身都瘦 但是肚子看起來還是鬆軟不緊實的 我先解釋什麼是體脂肪率 解稱體脂率 體脂率就是你身上所有脂肪的重量 在你總體重裡所占的比率 目前還沒有科技可以100%準確的量出每個人的體脂肪率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觀察腹部線條的方式 來簡單估賺我們的體脂率 女生的體脂率通常要減到22%以下 而男生的要到12%以下 肚子才會看起來是緊實平坦的 而我們回來看瘦胖子的情況 其實瘦胖子雖然看起來瘦 但是從腹部線條來看我們可以知道體脂肪率卻是不低的 因為在我們減肥的時候 除了脂肪會減少外 全身的肌肉量也會跟著減少 所以雖然你的脂肪量是減少了 但是因為肌肉量也減少了 而造成你的體脂率可能不但沒變甚至還增加了 所以如果在瘦胖子的情況下繼續減低體重 卻沒有想辦法保持住全身的肌肉量的話 那就會變成看起來更瘦的瘦胖子 如這張圖所示 同樣重量下的脂肪和肌肉 肌肉看起來是小而緊實的 而脂肪看起來是大而鬆軟的 然後回到影片一開始我給你們看的照片 我們就可以了解 同樣體重下 身體會看起來鬆弛肥胖是因為體脂肪率高 而身體會看起來緊實健康是因為體脂肪率低 而同時肌肉比率也高 所以想要從瘦胖子變成有平坦的肚子 而且看起來健康不會皮包骨的樣子 我們就需要先增加腹部和全身的肌肉量 然後再減掉脂肪 或是增肌肉和減脂肪同時進行 這時我們就需要做有主力的訓練 也就是重量訓練 並搭配正確的飲食規劃觀念 找到一個可以把這些事情 都融入你的生活 一直舒服快樂保持下去的方式 耐心規律的執行 你最後就會有平坦緊實的肚子 而且可以永遠保持下去 關於如何正確規劃自己的飲食和訓練 因為男生通常是想練成像彭一彥 或是甚至更壯像美國隊長那樣 而女生通常是想變成像維密模特兒的身材 所以飲食和訓練的規劃細節 會因為身體基礎 心理狀態 還有健身目標上有蠻多的差異 這些細節我會在之後的幾個影片裡單獨的詳細解釋 謝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和留言告訴我你的問題 和以後想要看到的內容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 也記得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以後我的每個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下次再見